男子喝得醉醺醺 不顧危險走在馬路中央 遠景見狀 趕緊上前勸阻 最好繼續跟著我 滾啊 我做什麼 你站在路燈 我在路燈怎麼樣 怎麼樣 怎麼樣 都已經醉得連路都走不穩了 男子口氣還很囂張 不斷口出惡言大聲咆哮 下一秒更出手襲警 就放手啊 你這樣喝不快一氣 要怎麼放手啊 就連妻子在一旁制止 他也完全聽不進去 這下破例之大人 只好呼叫支援警力 將他壓制在地 來 上車 走 我想牽著我的手怎麼了 你這樣牽著你的手很好 怎麼 走 酒罪襲警案件 就發生在新北市淡水 28號晚上7點多 外星嫌犯剛和朋友喝完酒 準備走路回家 過程中 遠景怕他發生危險 上前勸阻 沒想到卻反遭揮拳攻擊 頭部 頸部及小拇指 多處擦錯傷 而嫌犯的身份也曝光 正是十年前 夜店殺警案主嫌 萬紹成的堂弟 天色也比較昏暗這樣 然後就把他拉到旁邊去 結果可能他 就突然失控吧 就開始徒手攻擊我的頭部 然後跟拉扯我的頸部這樣 萬紹成才因殺警案被捕入獄 沒想到這回 卻換成堂弟 黃湯下肚失控襲警 酒醒後 恐怕還得面臨刑責 三星文 孟國華